師傅 好喝的米漿應該怎麼做呢 堅持傳統 自然就會好喝 花生決定了米漿的香氣 炒備的過程不能少 就像咖啡也是透過烘焙 才能帶出咖啡豆的香氣 米漿也是一樣 聞火專注耐著性子 才能烤出花生最迷人的香氣 師傅 那研磨呢 研磨得要有美感 有節奏 有禪意 那不就跟寫書法一樣 熬米漿怕急又怕懶 火一大就焦 不攪拌也焦 師傅 這個米漿跟你焦的一樣 花生香口感濃 就是這個味道啊 光泉米漿堅持傳統 才能成就經典風味 師傅 這個米漿很厲害齁 是 這個米漿堅持傳統